前世,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大学 母亲撕了我的通知书,把我嫁给同村老光棍 光棍家粘上拆迁的好运,我成了风光无良的贵太太 弟弟大学毕业后却在家啃老 母亲气得将我迷晕后掐死 再睁眼,又回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母亲直接烧了弟弟的通知书,给她娶了老光棍的妹妹 后来,小姨子得了尿毒症,需要换肾 他们全家都把目光瞄到了弟弟身上 死丫头,这二百万你到底出还是不出 徐凤芝掐着我的脖子,恶狠狠地质问 他偷偷在水里下了安眠药 我浑身绵软无力,像一只带沙的小鸡仔 妈,我真的没钱了 扑素素的泪水从我眼角滑落 他气得咬牙切齿,当初把你嫁给老光棍 送你弟去读大学,就是为了让你看着他成为人上人 没想到,你弟毕业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 你却一跃成为人上人 凭什么?你怎么不去死? 说完,手上力道加重 我眼前一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妈,我也是您的孩子 他的眼神像脆了毒的利器,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 养你是为了帮衬你弟 耿家那么有钱,你却连区区二百万都不愿意掏 我留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干什么 我看着他那张极度到扭曲的脸 内心瞬间被仇恨填色 临死前,抓起水果刀朝他脖子扎去 片刻后,一道白光闪过 睁开眼,发现自己重生了 陈海拿着录取通知书,被一群人攻为 小海以后就是大学生了 姐弟俩可真有出息 有出息的是弟弟 徐凤芝一个寡妇供不起两个 肯定是弟弟上 那多亏,姐姐考的是北大 弟弟考的是普通二本 按理说,应该让姐姐上 放屁 陈海一听这话怒了 我是我们家的毒苗 他一个丫头骗子,凭什么跟我比 说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反正妈也不可能送你读大学 你的通知书留着也没用,还不如让我撕了 前世,他夺过我的通知书撕得粉碎 我吓得当场崩溃大哭 徐凤芝吼我,哭什么哭 婆家都给你找好了 还不赶紧准备嫁人去 那时候我才明白 他压根就没想过让我读大学 此刻,陈海气势汹汹地朝我冲来 我心里一沉,预感到大事不妙 重生一世,我绝不能让他再剥夺我读大学的机会 就在我快速思索应对之策时 徐凤芝不知从哪钻了出来 他一把抢过陈海的通知书 扔进燃烧的炉堂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陈海大叫 妈,你干什么 这可是我的通知书 他急得伸手去捞 却被飞溅的火星子烫出猪窖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通知书烧成灰烬 陈海大吼 妈,你疯了吗 没有通知书 我怎么去大学报到 徐凤芝不疾不徐 说了句令在场众人无不震惊的话 大学你甭念了 让你姐去念就行了 陈海以为自个儿听错了 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 妈,你老糊涂了 你之前说让我姐嫁给耿家那个老光棍换彩礼 供我上大学 现在怎么出而反而 其他人也劝道 是啊凤芝 女娃子迟早都要嫁人 与其便宜别人 倒不如把钱省下 龚小海读书 然而 徐凤芝就跟吃了秤妥铁了心似的 坚决不松口 陈海压不下性子 指着他怒斥 我看你就是偏心眼 口口声声说 为了我好 真到结果眼上 还是偏袒你女儿 说吧 不顾众人阻拦 摔门而去 徐凤芝表情淡淡的 似乎早料到他这副反应 有人小声嘀咕 这徐凤芝是怎么了 平时把陈海宠得 跟宝贝疙瘩似的 什么好的都给他 怎么连大学都不让上 是啊 他不是一直说 儿子是他的命根吗 我看他 就是高兴糊涂了 没准过两天就正常了 众人叽叽则扎 议论徐凤芝的反常 只有我自个儿心里面儿清 这哪是糊涂了 人家清醒得很 只不过 是和我一起重生了 人群散去 家里只剩下我们娘俩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 他一直在偷偷观察我 我猜 他是想搞清楚 我是不是重生的 前世 我一直被他当作 陈海的血包 无限压榨 性子懦弱的我 从来不晓得反抗 整个人看起来 呆呆傻傻的 毫无气势可言 因此 当我故意装作 一副雷若讨好的样子 走到他面前 怯声声地问道 妈 你今天 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 去上大学吗 我看到他眼里的警惕和怀疑 几乎瞬间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 是熟悉的冷漠与不耐烦 你想去就去呗 但是钱 我是一分都不会出的 我表现出欲寡欢的样子 回了房间 却在关上门后 激动到喜极而泣 前世他为了让陈海读大学 硬生生折断我的翅膀 结果陈海二本毕业后 一直待在家啃老 不愿出去工作 他从小好吃懒做 眼高手低 工资低地瞧不上 工资高地干不了 最后彻底荒废在家里 一事无成 而我被他嫁给耿军 那个老光棍后不久 耿家就撞上了拆迁的好运 我一跃成为 家产千万的富太太 徐凤芝看红了眼 不止一次痛悔当年的决定 上大学有什么用 还不是给人当牛做马 干得再好 都不如嫁得好 他笃定读书无用 却没想过不是读书无用 是他儿子无用 也幸亏他抱着这样的偏见 才没有让我上大学的梦想 再次落空 他以为不出钱 就能剪断我的翅膀 哼 他实在嘀咕了我想飞的决心 我躺在床上 细细盘算未来的路 不知不觉到了半夜 门砰的一声被撞开 陈海气哄哄地回来了 揪着徐凤芝一顿抱怨 质问他为什么要出而返而 徐凤芝等他发泄完才说到 你跟我来 说吧 我悄悄走出房间 把耳朵贴在礼物门缝上 声音断断续续地从礼物传出 就算你读了大学又能怎么样 以后还不是给别人打工的命 不可能 陈海哽着脖子 说不定我能当大老板呢 徐凤芝叹了口气 把前世的经历一股脑倒了出来 陈海起初不信 可最后不得不信以为真 徐凤芝提议 耿君有个妹妹 还没出嫁 回头妈替你说亲去 陈海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不要 那个耿娇娇比我大十岁 还是个病秧子 我不想娶她 徐凤芝劝儿子 你就不能忍一忍 等拆迁款到手 你再把她踹了 一次把钱捞够板 下半辈子再也不用打工了 听到这儿 我差点没绷住笑了 耿君一家既抠又坏 前世把我当保姆使还 却不给一分钱工资 稍有不从 就是一顿毒打 想离婚又离不掉 尤其是耿娇娇这个人 嚣张跋扈 横行霸道 简直不把我当人看 他们一家人团结至极 防我防得跟铁桶似的 我虽然住在大别墅里 其实活得还不如一个保姆 更可怕的是 婚后第五年 耿娇娇查出尿毒症晚期 需要进行肾移植 我是第一个被拉到医院 做配型的人 结果恰好匹配 耿君扬言 我若不在同意书上签字 就杀了我 他不是吓唬我 从结婚第一天起 我就知道他有暴力倾向 失去一颗肾与失去一条命 孰轻孰重 我还是分得清的 做完移植手术后 我身体越来越差 但仍被他们夹当牛马农役 这样一个魔窟 我跑都来不及 徐凤芝却想把自己的亲儿子送去 我算是明白 什么叫见钱眼开了 可笑的是 陈海居然还同意了 第二天 耿家劳两口上门说亲 前世 我被徐凤芝 以38万8的彩礼 卖给耿君 今天 夫妻俩专门提着现金登门 徐凤芝先是小心翼翼地提了退婚 不出意料的 耿老头听完大怒 但听到他说想娶自己女儿过门时 又立马转怒为喜 毕竟 耿娇娇今年已经28了 村里像他这么大的早成家了 只有他还嫁不出去 身体不好是一方面 关键是长得还磕疹 黑胖也就算了 脾气还一场火爆 没人对他的名声早有耳闻 因此从来不登他家的门 耿老头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却比谁都急 如今徐凤芝主动提亲 也算了了自己的一桩心事 小海这小子比自己女儿小那么多 还考上了大学 按理说配自己女儿完全是绰绰有余 不过嘛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他提出索要38万8的彩礼 没想到徐凤芝满口答应 送走耿家老两口 陈海问徐凤芝 为什么不让我姐嫁给耿君 徐凤芝戳了戳他的脑袋 真笨啊 你姐嫁过去 跟你抢财产怎么办 那你同意让他读大学了 当然 徐凤芝笑了笑 等他拿到大学毕业证 彩礼起码还能翻一番 那我岂不是很快就成千万富翁了 陈海高兴地大声欢呼 我站在门后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真是令人唏嘘 直到这一时 你们还想着吸我的血 吃我的肉 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们 往火坑里跳好了 第二天天不亮 我带着干粮 河水去了网吧 上一世 耿家不许我出去工作 我就自己尝试着 给一些网站写专栏 后来写着写着 竟也小有成绩 如今虽然重生了 但写作技能还在 徐凤芝曾明确说过 不会给我一分钱 我必须尽快赚钱 学费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生活费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进入状态很快 一笔笔稿费打过来 我的小金库越来越殷实 再后来 我用赚来的稿费 买了个旧手机 这样就不用再跑那么远 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当然 我都是偷偷摸摸地躲着打字 不然 以陈海的性子 这个手机 很快就会变成他的 不过 他现在也没时间搭理我 徐凤芝忙着筹备他的婚事 他整天骑着他的破摩托 在村里乱窜 到处跟人嚷嚷 自己要发财了 村里的人都知道 他要跟耿娇娇结婚的事 纷纷笑话他 说他娶了个老女人 病秧子 母夜叉 丑八怪 他气得开着摩托 到处乱撞 却把自己摔进了沟里 很快到了开学的日子 我一个人拎着行李 去了帝都报道 走出村子的那一刻 我告诉自己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很珍惜读书的机会 每天如饥四可的学习知识 过得异常充实 上一世的经历 让我明白了钱的重要性 也让我意识到 必须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搞钱 宿舍一个叫孟杰的女孩 家里是开服装厂的 厂里因为销路不畅 而业绩停滞 我劝他把目光放到网上 说不定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再加上有稳定的供货员 肯定不筹卖 谈起开网店 我们俩一拍即合 他负责发货供货 我负责联络买家 很快 网店迎来大批量的订单 短短几个月 我把未来四年的生活费都挣够了 就在我以为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我前世的老公 耿君 在宿舍门口看到他的一刹那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都被冻住了 呆立在原地 久久回不过神 他一见我立刻冲过来 大声咆哮 陈寅你个小婊子 竟然敢甩我 我甩你 我什么时候跟你谈恋爱了 这一世 我们好像只是订了个婚吧 到现在连面都没见过几次 他却一脸笃定 你还装 你妈都告诉我了 你不就考了个破大学吗 真以为自己成人上人了 竟然敢瞧不起我 难怪 原来是徐凤志 他怕耿君知道 退婚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惹来他的报复 索性把脏水都泼到我身上 把我塑造成一个攀高枝的 视力眼形象 可笑的是 耿君这个人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连最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 人家三言两语 就把他骗来兴师问罪 行啊 既然你徐凤之信口开河在先 那就别怪我信口雌黄了 你个蠢货 我黑着脸大马 他说什么你都信 他让你吃屎 你怎么不去 你什么意思 你自以为聪明了不起 其实被人耍得团团转 真是可笑啊 不可能 他大手一挥 你妈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我冷笑一声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我妈说了 我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 就你家的两间毛皮房 根本成不下我这身大佛 更何况 我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 前世和他做了多年夫妻 最清楚他是怎样的心胸狭隘 牙字必报 如今我故意贬低他 就是要激起他对徐凤之的怨恨 果然 他一听我有更好的选择 立刻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是谁 我学着恋爱中的小女人 娇羞一笑 这个人呢 不仅是我们村首富的儿子 还和我一样 是名牌大学的天之娇子 我妈说 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我 我故意不透露姓名 引得他自己去猜 其实也没什么好猜的 村里考上名牌大学的就俩人 一个是我 一个是家具厂老板的儿子赵斌 之所以牵扯出赵斌 是因为他和耿军有仇 两人速来不对付 好几次动手 差点闹到橘子里 世上最憋屈的是 莫过于被死对头强压一头 果然 耿军听到这儿不说话了 眉宇间笼罩着一股黑气 眼神中写满了嫉妒与不愤 但我并没有停止火上浇油 你也别觉得委屈 我总不能把自己后半生 交到一个废人手里 这话说的是相当刻度了 耿军显然也意识到 废人二字的特别含义 他突然抬头瞪我 那眼神像是要杀人 我稳了稳心神 道 我是听我妈说的 你那方面有点差强人意 我不能一过门就守火寡吧 性无能这事儿 我妈并不知情 事实上 除了我和耿军 也没别人知道 前世我陪他去医院 医生说青春期做得太过 治不好了 这事儿一直是耿军的耻辱 如今我把影集摊在名面上 无疑是把他作为 男人的尊严 摁在地上狠狠摩擦 果然 他听完之后 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杀人 吓得我赶紧强调了一遍 都是我妈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转身跑了 晚上 老家的发小 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视频里 耿军气冲冲地跑到我家 二话不说 甩了徐凤芝五个耳光 直接把徐凤芝干懵了 等他反应过来 耿军正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老女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背地里搞什么手段 贤疲爱妇就直说 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给谁看 先是放我鸽子 又害我大老远白折腾一场 你是有几条命 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信不信我现在就挖了 你的眼珠子喂狗 说完 把家里砸个稀烂 徐凤芝心虚 不敢还口 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 开始撒泼打管 他拍着大腿 边嚎边诉苦 我的老天爷呀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好心帮忙 还帮出导盲来了 村里的人都跑来看笑话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解围 陈海愣在那 连个屁都不敢放 他和耿娇娇结婚几个月了 一直小心翼翼地 伺候家里的汉父 耿娇娇显然是帮亲 不帮里的主 见哥哥生这么大气 二话不说 跑去帮哥哥出气 他揪着徐凤芝的头发 又打又掐 嘴里乌言晦语不断 把徐凤芝整得嗷嗷乱叫 徐凤芝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平时当祖宗一样 伺候的儿媳妇 到头来是真把自个儿 当孙子揍啊 姐弟俩大闹一场 直到天黑才散去 然而事情还没完 第二天早上 发小打来电话 说耿军进局子了 原来 昨晚耿军收拾完徐凤芝 又去找赵斌算账 赵斌在外地上大学 没回家 耿军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便趁着酒醉 跑到赵斌家的厂子 放了把火 监控把他抓了个正着 赵老爷子当场报警 要求他赔偿所有损失 否则就送他蹲大牢 耿家夫妇急得团团转 偏偏这时候耿娇焦病倒了 他本来就有基础性肾病 前世我进了他家门 一直严格遵循医嘱 合理安排饮食 为了让他尽快恢复健康 还自学大量中医知识 结果在我的悉心条理下 一直撑到婚后第五年疾病 才发作 然而这一世 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徐凤芝母子好吃懒做 平时从不做饭 饿了就去街上买些卤味 这些东西都是高严 正常人的甚吃久了 都会出问题 更何况是耿娇娇 就这样 耿老爷子一双儿女 同时遭了殃 然而 这时候的耿家 还没有迎来拆迁后的报复 家底儿也没村里的 普通人家殷食 耿娇交的医药费 流水一样往外泄 耿家的账面上 很快就见了点 耿家老两口急啊 每天舔着脸找人借钱 我找了个靠谱的中介 让他们帮我拿下 耿家的老宅 钱是耿家 就是靠这套房发家的 那地儿再旧城区 还没投入改造 是个连苍蝇 都不愿飞的地方 耿家老两口 听说有人要买他们家的房子 当场就签订了合同 他们赔了赵家钱 耿君很快就放了出来 得亏刚起火时 就被人发现了 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不然就平常里几百万的货 足够让他牢底坐穿 然而 耿家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迎来了一个惊天噩耗 耿娇娇病危了 医院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再不进行肾移植 人撑不了多久 耿君从小和妹妹情同手足 自然不会做事不管 前世 他为了救妹妹 不惜威胁 要杀了我 这一事 倒霉的自然是陈海了 听发小说 陈海和徐凤芝正在家吃饭呢 耿君一脚踹开门 把陈海像小鸡崽子似的拎了出来 嘴里不停嚷嚷着 让他给妹妹捐肾 陈海不是没见识过 这位大舅哥的厉害 整个人都吓傻了 徐凤芝听见捐肾俩字 跟天塌了似的 哭着喊着 求耿君放过他儿子 耿君岂会搭理他 拽开车门 就把人往车里塞 徐凤芝眼见儿子器官不保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抄起门口的扁单 就往耿君头上招呼 耿君倒了 徐凤芝和陈海 开着他的车 溜之大吉 耿君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处找人 他说 等找到这对母子 一定要把他们俩的脑瓜敲碎 发小发来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刚下碗自洗 天很黑 路上没什么人 突然 一张湿布堵住我的口鼻 等我意识到不妙 想要用力挣脱的时候 浑身的力气仿佛瞬间抽空 整个人像破麻袋一样 瘫软在地 意识全无 再次恢复意识 是在汽车后备箱里 手脚用麻绳绑着 嘴里塞着不快 不能动 也不能叫 前排驾驶座 有熟悉的说话声传来 是徐凤芝和陈海 陈海 把我姐绑去 君哥就能放过我吗 徐凤芝 当然了 陈海 那万一我姐和娇娇的身不匹配呢 徐凤芝 不可能 别忘了 我是重生的 上辈子就是你姐给她捐的肾 没错 这一切她都知道 上一世被逼捐肾前 我哭着给她打电话 求她救我一命 她却阴阳怪气地嘲讽我 想了耿家的福 就该拿命来换 于是 我不再挣扎 因为是我的亲生母亲 逼我走上了这条绝路 现在 她依然在费尽心思地算计我 凭什么 就因为我是个女孩吗 我心里感到巨大的委屈和不甘 不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让这些趴在我身上吸血的人 付出代价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周边摸索 绳子绑得很紧 手能活动的范围不大 手机不在身边 应该是被他们收走了 身上好像没什么东西 等等 晚自习和同桌借指甲刀来着 我记得用完还没来得及还 就下课了 如果陈海他们没发现的话 现在应该还在裤带里 重新燃起希望后 我一点点地移动身体 使手指靠近裤子上的口袋 终于 我摸到了 我捏着小小的指甲刀 心脏扑通 扑通的狂跳 久久不能平复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我终于把绳子全部割断 但我并没有急于行动 而是先最大限度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脚 等车子终于驶入村子的时候 我预感到机会来了 陈海把车停在院子里 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一边往后备箱走 一边对徐凤芝说 妈 你把小推车搞过来 我弄不动它 徐凤芝进屋了 眼前只剩下陈海一人 逃生的难度大大降低 然而 只要陈海一打开后备箱 就会发现 绳子被我割断了 所以 我必须在它打开的瞬间 一举将它制服 靠蛮力是没用的 必须制取 如果有工具的话 胜算会大很多 我的脑子急速转动着 突然间 灵光一闪 指甲刀 容不得我三思 后备箱已经拉起 陈海的脸缓缓浮现 我紧紧攥着指甲刀 他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流露出惊恶的神色 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突然大叫一声 捂着眼睛连连后退 指甲刀不偏不倚 砸中他的眼球 鲜血顺着手指缝流到脸上 我瞅准时机 跳出后备箱 坐到主驾驶位上 锁好车门 徐凤芝听到动静 赶紧跑出来查看 他从柴垛里 抽出一把砍刀 不要命地扑过来 我直接把油门踩到底 只听轰的一声 车身擦着他的衣角 窜了出去 把CD上拿出手机 准备报警 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妥 于是拨通耿军的电话 你不是找陈海吗 他现在在家 你是谁 他警觉地问道 我什么也没说 把手机关机后 悄悄溜到家门口藏好 不一会儿 耿军赤手空拳地来了 徐凤芝正含着 泪帮陈海止血 乍见耿军突然出现 赶忙挡在陈海面前 结结巴巴地问 你想干嘛 别碰我儿子 耿军冷笑一声 我要是非碰不可呢 我 我会和你拼命 徐凤芝歇斯底里的大吼 他对陈海 是真的爱之深 然而 耿军并不吃他这一套 你之前打我那一棍 我先给你记着 我妹现在躺在医院 半死不活 急需你儿子的肾 希望你识相点 不 徐凤芝大叫 你不能摘我儿子的肾 我们不同意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哼 你儿子竟然娶了我妹妹 就生是耿家的人 死是耿家的鬼 徐凤芝猛地张大嘴 顿住了 事情的发展 跟他想象的有点不大一样 他费尽心机 把耿娇娇娶进门 结果耿家的财富 没想用一点 儿子的肾倒是快保不住了 要说不后悔 怕是假的 耿军没有耐心 再跟他废话 他大步走向陈海 徐凤芝扑上来拦他 他一胳膊 把他甩出老远 陈海一边捂着眼睛 一边后退 同时 嘴里喃喃自语 不要过来 不要摘我的事 耿军哪会听他的 仍在一步步逼近 陈海一个没站稳 摔倒在地 手上胡乱摸索到 一个木质手柄 他大概以为是木棍 抓起就往耿军脖子挥去 嘴里还大叫着 我跟你拼了 下一秒 只听扑通一声 耿军应声倒地 鲜血很快染红了青石砖 耿军的头搭拉着 和身体只有一层皮连着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徐凤芝 他一屁股摊在地上 连着叫了好几声 陈海则完全吓傻了 盯着耿军的尸体看了许久 仿佛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他又看了看手上的木棍 其实不是木棍 是一把柴刀 只不过刀柄是木质的 徐凤芝刚刚拿着他砍我 我跑掉后 他随意丢在地上 等耿军来了 又被他儿子捡起 徐凤芝跌跌撞撞地 爬到儿子身边 气不成声 儿子 你快跑吧 妈给你掩护 跑是跑不掉了 因为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很快赶来 邻居们把院子 围了个水泄不通 几个年岁不大的小孩 看到这个场景 直接晕了过去 警察把陈海 靠上警车的时候 徐凤芝在后边哭着追 鞋子都跑掉了一只 耿家老爷子 听说儿子死了 当场中风 耿娇娇 因为一直没有渗源 很快便撒手人缓 村里人说起这件事 都直呼大快人心 耿君仗着年轻力壮 横行相礼 不少人都吃过他的魁 如今他们家死得死 病得病 也算报应不爽 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毕业后 顺利进入一家 世界五百强的公司 不久 耿家的老房子迎来拆迁 拆迁办的人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去签合同 到老家和发小碰了个面 说起往事 一阵唏嘘 陈海入狱后 被判了二十年 耿君的母亲和徐凤芝 整天在村里撕逼 一个说 你儿子害死我儿子 一个说 你儿子毁了我儿子的一生 他们乐此不疲地纠缠数年 倒得村里乌烟瘴气 倒是便宜的那些吃瓜群众 每天都有好戏看 怕是只有死 才能消解这桩恩怨 发小感叹道 我什么也没说 内心却冻落光火 他们的悲剧命运 主要源于自身的因素 当然也离不开我的推波助澜 但我并不后悔 前世那个懦弱的陈颖已经死了 如今站着的 是扭呼噜陈颖 签完合同 我长嘘一口气 未来 我的账户会多一大笔钱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已经拥有了傲人的学历 光鲜的工作 不菲的存款 就算没有这笔拆迁款 我也照样活得漂亮 开着豪车准备离开家乡的那天 我遇到一个熟人 是徐凤芝 他背着一个大鞭支袋 正在路边垃圾桶翻找什么 满脸的皱纹 愁眉不展 自从陈海入狱后 他老得很快 整个人像是一下子垮了 不过五十出头的年纪 看起来却像个老太太 前世的他 虽然活得不痛快 但也没这么悲惨 我把车靠边 对着他按了两下喇叭 他回过头 手上捏着一个瓶子 不知道是不是为捡到瓶子开心 我看到他的眉眼 终于舒展了一下 我降下车窗 对他招了招手 他狐疑地走过来 显然没认出我是谁 我穿着价值几万的高级时装 戴着墨镜 身上首饰无数 有了前后 每周都会去美容院保养 皮肤水润白皙 宛若富家女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黑瘦怯弱的小女孩 我摘下墨镜 冲他挑了挑眉 他的眼神突然一下亮了 但很快又有了刀锋般的灵力 他扒着我的车门 生怕我跑了 结结巴巴地冲我喊 你是盈盈 你怎么 这么有钱了 你递进去了 你快把他捞出来 不然你就是不笑 我点点头 道 我知道 就是我把他送进去的 是我给耿军打电话 他才知道陈海在家的 也是我报警 让警察把陈海带走的 徐凤芝崩溃了 你这个蛇蟹女人 陈海是你弟弟呀 你怎么忍心害他 我笑了笑 我还是你女儿呢 你不也照样杀我 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 你也重生了 见我微笑不语 他又道 你别得意 耿家那个老婆子 马上就要死了 耿家的房子 理应由你弟弟继承 他可是耿家 唯一的女婿 你弟弟说了 等他拿了拆迁款 就给我买大别墅 买小汽车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 在他眼前晃了晃 道 你是说这个吗 这房子 我几年前买的 挺便宜的 十几万就到手了 没想到 回报率这么高 他的眼神一下子暗了 随后整个人变得狂躁起来 道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杀千刀的 当初就不该生你 说完 扑过来就要抢夺 我最后冲他笑了笑 然后一踩油门 驶出老远 后视镜里 一个绝望的女人坐在地上 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全文完